这个六十岁的小女孩为了冲刺明年的高考 她连夜复习 可刚翻开目录 困意却瞬间上头 于是 她选择先睡觉 复习明天再说 然而 她刚闭上眼睛 却听到床底传来动静 起初 她以为是老王来了 好奇地往床底探取 只见翻开床单的瞬间 突然一只蝙蝠怪伤了她一巴掌 小女孩被吓得哭都不会笑了 连忙往楼下跑去 可刚到楼梯口 那只蝙蝠怪就迅速冲上前拦住了她 直面声波的小女孩也被震得头皮发麻 蹊跷直接被震出血 当即腿一软就摔下了头 第二天 她的女儿来到她家 一进门 就看到母亲睡在地板上很是安详 她意识到了不对劲 很快 警察赶到这里 老赫告诉尼汉两人 死者脸上有奇怪的抓痕 两个眼睛还爆炸了 而且别墅里所有玻璃制品都被弄碎 奇怪的是 死者身上却没有玻璃碎片 看样子死因和玻璃毫无关系 接着 两人找到死者的两个女儿 问他们的母亲有没有与人结仇 两人思考一番 猜测凶手可能是自己的妹夫亚瑟 因为他最近投资失败 为了资金周转 曾和妹妹的教父斯宾塞来找过母亲借钱 但是被拒绝了 听完 两人立马赶往亚瑟家 此时的亚瑟正和斯宾塞在计划着房子抵押的事情 很显然 他们不想让路星达知道投资失败的事 得知警察找上门后 两人很是诧异 尼克告诉了他们母亲的死讯 亚瑟听完 表示这件事情与他们无关 争论中 汉克说他们和死者可能有钱财上主 所以需要配合调查 看到路星达露出惊讶的表情 亚瑟赶忙打断了对话 称找他母亲是保密谈话 怒斥尼克两人不应该公开询问 而斯宾塞也觉得很过分 生气地露出了原形 尼克看到后 意识到了什么 于是带着汉克到屋外抖他们 回到警局后 他们分别审问了三人 亚瑟说自己和路星达是在酒会上认识的 本来是和他的两个姐姐相亲 可看到路星达后便爱上他 之后两个姐姐因为极度此事 一直把他当外人 之所以会如此排斥 是因为他真正的母亲早已去世 死者其实是他的继母 所以才导致两家关系如此 接着两人审问路星达时 他也表示继母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亲缘汉白 唯一让他感觉到亲情的 只有自己的教父斯宾塞 父亲离开之后 他就一直守护着自己 而汉克问到他父亲有没有立下遗嘱时 他说继母可能已经优先选择了两个姐姐 但他嫁给亚瑟后 就慢慢淡化了对遗产的想法 来到斯宾塞这边 因为他露出原形 尼克并没有废话 直接问他昨天从死者家离开后的去向 斯宾塞说当晚自己在亚瑟家 一整夜都在讨论资金的问题 询问无果后 尼克只能放他们离开 随后回到家的路星达又对遗产的事陷入纠结 亚瑟苦心劝说 却始终得不到回应 他依旧要去和姐姐们说个明白 第二天 等斯宾塞来到他家时 才知道亚瑟昨晚和他吵了一架 斯宾塞得知他要去找两位姐姐 瞬间慌了 似乎知道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赶忙跟了过去 此时 路星达已经找到了大姐 他想解释却被大姐一通指 可他怎么都没想到 妹妹早已对他起了杀意 只见小嘴一掌 大姐的蹊跷直接被震出了血 此时 尼克找来阿郎帮忙 两人在书中找到了蝙蝠怪的记载 尼克听完也想起了死者的眼球 为何会爆炸的问题 接着阿郎找到了对付他们的办法 那就是用一种特制的武器 对着他们发射 以此抵消掉他们的声波 见状 尼克赶忙翻箱倒柜 没多久 还真找到了一个刻着蝙蝠图案的箱子 打开一看 里面正是书上记载的武器 等阿郎装好后 他迫不及待地玩了起来 只见他摇了几圈把手 武器发射出的声波 竟直接把对面的玻璃瓶干碎了 这回有了武器 本就怀疑斯宾塞的尼克 便打算去亚瑟家 找斯宾塞摊牌 可他并不知道 真正的凶手 通常都以常态试人 此时的路星达杀掉大姐后 早已回到了家 得知尼克怀疑斯宾塞 他正要解释时 急于撇清关系的亚瑟 却唱起了反调 尼克听完急忙冲出门 通知汉克赶紧前往大姐家 此时 斯宾塞来到了大姐家后 看到他的死状 知道了是路星达干的 他感到头皮一阵发麻 后悔没能及时阻止他杀人 而尼克也来到附近 没等他解释 尼克就掏枪控制住了他 得知尼克是个格林后 他白头莫辩 毕竟两次作案手法都是颠覆怪所谓 斯宾塞只能乖乖配合调查 回到警局后 斯宾塞为了保护路星达 他主动承认了罪行 还看向尼克 说他已经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就不必走行事了 可汉克却懵了 见状 尼克赶忙使眼色 斯宾塞心领神会 开始说起了胡话 汉克听到这离谱的口误 以为他吃鲜了 留下尼克自己出去忙别的事情 横出空间后 斯宾塞告诉尼克 凶手其实是路星达 他也是只蝙蝠怪 必须赶紧去阻止他 因为他父亲去世后 自己一直保护着他 不让他失控 可能是自己这份溺爱 让他越来越想挣脱 眼下面临遗产问题 二姐可能即将出事 因为两姐妹一旦死掉 巨额遗产就会落在路星达手上 尼克意识到了不妙 赶紧出门联系阿郎带上武器 而汉克这边查到了遗产的问题 他也觉得斯宾塞不是凶手 两人把目标锁定在了路星达身上 正当他们准备出发时 斯宾塞突然在审讯室里开机门 震碎窗户后 逃离了警局 接着他来亚瑟家 看到他脸上的伤 斯宾塞意识到事态已经失控 于是便急忙赶去二姐那里 而尼克也联系到了他 嘱咐他锁紧房门等警察 可话音刚落 路星达早已出现在身后 就在他对二姐通下杀手时 尼克两人及时赶到 见状路星达赶忙逃命 而汉克留下照顾二姐后 尼克也来到屋外 正好碰上了带着武器赶来的阿郎 两人在阁楼发现了动静 他们立马架起武器 对着屋子发射声波 路星达被刺耳的声音震得难受 选择跳窗离开 可刚落地就碰到了斯宾塞 看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他恳求斯宾塞在帮帮自己 可下一秒 等尼克两人赶到时 斯宾塞已经和路星达同归于尽了 尼克不禁感叹 这现代灰姑娘的命运真可怜 随后尼克回到警局 为了彻底结案 他编了个理由 把武器说成是路星达的杀人工具 就这样糊弄了过去 而这几天 朱莉叶也联系到了 处理尼克父母命案的景点 除了那三只豺狼怪以外 终于看到了真凶的样貌 好了 本期到此结束 尼克能否找到凶手呢 我是夜球 咱们下期见